近日一组北大校长周祈凤上周带其母亲的90大寿上下跪与母亲相拥哭泣的照片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 报道说他跪了足足10分钟 有人表示很受感动 也有人认为是在作秀 13号北大校长周祈凤的母亲过90岁大寿 当天周祈凤携带家眷回湖南流洋老家为母亲祝寿 照片显示现场准备了很多椅子 也来了不少宾客还有记者拍照 周祈凤跪在母亲面前与母亲相拥哭泣 现场有人抹泪有人鼓掌叫好 不过很多网友质疑这只是一场孤名钓鱼的政治秀 他要是用表演和作秀那就是不该不应该 有很多人质疑说他那个景象里边跟我们印象当中 那个很朴实那种下跪格格不入 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并不是真正在追究他下跪真与假 而是在质疑作为北大校长或者教授他们的人格 据评论人士分析 中共执政以来 北大在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形象也逐年下滑 今年一月北大教授孔庆东公然辱骂港人是狗 2009年4月北大教授孙东东公开发表言论说 老上访专业户99%以上都精神有问题 这些事件都遭到舆论强烈抨击 他们的这个行为应该普遍的被社会公众所信任 但现在已不是这样一个状态了 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现实 所以知识分子来讲在道德层面上 他已经失去了过去那种光是民众崇尚的这样一个品行的基础 周其凤曾经发表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的言论 备受争议 据他自己介绍 自己考上大学后便很少回家 这次他回家败寿也仅逗留了一天 有网友问 这么孝顺为什么不把老妈接去北京享福 新唐记者陈汉 施仪军采访报道 你没有提到本来财婺他们并不想点 Люб的人